迪迦为什么能这么多年都经久不穿 他又凭什么能做到堪称家与户晓的程度 说到最受欢迎 人气最高 知名度最广 最出圈的奥特曼 大伙最先想到的肯定就是迪迦了 可不知道大伙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奥特曼系列诞生至今已有58年 这么多年来诞生的奥特曼更是数不胜数 而在这茫茫多的奥特曼中 凭什么偏偏是迪迦得以风神 他到底何得何呢 本期视频呢 阿伟就来给大伙唠了 为什么迪迦能够如此出圈吗 首先说到出圈 肯定最先要讲到的就是传播度了 而迪迦之所以能传播如此广泛 都和全剧的高颜值有关 不可否认的是 人类这种物种 就是或多或少的 带着点眼狗属性的 而一个好看的外形 总是能为作品带来更多的吸引力 举个最近的例子 就是亚克和布莱泽了 当年布莱泽的造型 从放出的那一刻起 就立刻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又是黑银配色 又是非对称设计 并且本身的颜值也是相当不错 而这也就让布莱泽 在播出之前 就已经积攒了相当数量的潜在用户 很多之前 可能从来没看过奥特曼的人 在布莱泽开播后 也都奔着他的颜值 点进来看了个一集试试水 可咱们在反观亚克呢 那整个情况就是完全相反 当时的亚克造型一出来 全网的是铺天盖地的骂声一片 甚至连带的很多 之前几乎每部奥特曼都看到老奥秘 都表示实在是被丑到 今年不会再去看亚克了 而这就导致了 从亚克第一集开始 人气相比不来则 就有了断崖式的下降 而这就是咱们所说的外观的重要性 那咱们再说回迪迦 毫无疑问 迪迦在颜值这一点上 绝对是堪称变态的无敌 无论是被语为 世界第一美奥特曼的迪迦 还是当时的当红偶像大谷 以及丽娜居间会这种童年女神 她们的颜值 全部都是奥特曼系列中的佼佼者 正如咱们上文所说的 优秀的颜值 天然就具有吸引力 很多可能原本对 皮套人打架毫无兴趣的人 最后也有可能会被 演员出色的颜值 停下来多看两眼 这个可不是二位胡作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在迪迦最早的观众里 有很大一部分 都是大谷饰演者 常野博的粉丝 看见没有 这咩就是帅哥的力量 而在迪迦通过皮套和演员 出色的颜值 把观众吸引进来之后 下一步要做的 就是留住观众 而在这一点上 迪迦可以说是 做的相当的牛逼了 首先迪迦虽然还是 奥特曼的系列作品 但却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观宇宙 是全新的故事 全新的设定 不会有来路不明的 前辈奥特曼扣传 也不会有以往作品 积攒下来的世界观传承 毫不夸张的讲 一个哪怕是 从来没看过奥特曼的人 他只要好好的 看了迪迦的第一集 就都能轻松的理清故事脉络 了解种种设定 说实话 就这种观看理解门槛 无论是放在什么作品里 都能算得上是很低很低的 而除了极低的理解门槛之外 迪迦在挽留观众这一块 同样做的也是相当的出色 对于曾经看过奥特曼的老奥秘而言 迪迦引入了极其创新的 全新力量体系 三色专精形态的切换 在大大增强了 动作编排方面的可操控性的同时 也极大的强化了 战斗的趣味性 让其变得更加精彩 而对于那些 之前没咋看过奥特曼 或者说对皮跳人打架 不咋感兴趣的人而言 迪迦也拥有着极其厚重的 跨越3000万年的背景设定 和相当老辣的伏笔埋说 哪怕是你一点奥特曼环节都不爱看 迪迦也可以通过过硬的主线 和堪称变态的单元剧质量 来硬控你足足52级 而关于迪迦这个单元剧质量 其实还有一个相当有意思的冷知识 大伙都知道 昭和时期的远古 一向是相当喜欢 奥特曼里塞恐怖剧集的 可问题就在于 他们每次拍恐怖剧集 奥特曼的收视率 就都会猛的下去一些 而这个现象在迪迦中 却是截然相反 迪迦作为远古恐怖片的最后荣光 他的那几个恐怖剧集 真的可谓是亮大广宝 无论是22话大物来了 还是31话盖茨坠基地被袭击 乃至是第八话万圣节的夜晚 那可都是妥妥的童年意义 和反常的事 迪迦明明那么喜欢拍恐怖剧集 而且每个还都拍得人下料裤子 可他的收视率 却一直都是相当给力 甚至这几个恐怖剧情的收视率 在整个迪迦中 那也是名列前卯 好家伙 这或许就是迪迦的魅力 综合上面我们所说 大伙应该都能理解 迪迦为何会有如此之多的粉丝了吧 可大伙都知道 一部作品的人气固然很重要 有的时候 只要你人气多到一定程度 那就算是头猪 也能凭借着庞大的粉丝群体 给你送出圈一段时间 可这种光靠人气堆出来的 风口上的猪 它就算是能飞起来 也注定飞不了多久 而迪迦自出道以来 都已经快近30年历史了 在这30年的时间里 迪迦的地位 依旧没有丝毫的动摇 而想要达到迪迦这种水平 绝对不是光靠人气高 就能堆起来 随谓打体还需自身硬 而到了这个时候 拼的就是内核了 和作品自身的质量 你看这不就巧了吗 迪迦恰恰就是一部 作品质量爆炸牛逼 并且人文主义关怀 和社会现状反思拉满 思想内核崇高的作品 像什么红与蓝的决战 蓝色夜晚的记忆 梦幻飞驰 黑暗都市 生命永存 迈向黑夜的证魂曲 这些足以称得上是神回剧情 简直都多的人数不过来 而也正因为有如此之多 贴近社会 贴近生活的优秀代言剧 才让迪迦成为一部 有温度的作品 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 地位崇高的神作 而除了这些贴近现实方面 迪迦在自身的空想科幻领域上 同样也是强奴拉门 超古代战士 人与光的探讨 毁灭人类的欲望之花 这些设定 哪怕是放到现在 也同样一点都不过时 每一个单龄出来 都可以支撑一部作品的世界观 而迪迦却非常奢侈的 把他们都一股脑子揉在一起 并且还处理的相当丝滑 一点也不冲突 说实话 讲到这里 阿伟真的是觉得已经无需多言了 迪迦的成功 不仅是天时地底人和 他自身恐怖的素质 更是一切的重中之重 像这样的六边形战士 或许有现在这样的人气 才是他的命中注定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欢迎大家指正补充 信主页 带你了解更多奥特曼